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博威国具学校 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 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 老师叫纪燕玲,你们可以叫老师叫纪老师 我们的班有P3B和P3G P3G上午班,时间是从7点30到9点 熊的时间会在8点到8点20以上 下午班P3B,时间是从12点20到2点 熊的时间会在1点到1点20以上 目录,我们来一起复习旧的知识 第五课,难忘的一天 生词,读一读 我爱阅读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一文原地 我爱阅读 最后老师会再熟布置作业给同学们 我们来一起看第五课 难忘的一天 生词 民众俱乐部 民众俱乐部 书法课 书法课 演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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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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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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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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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死展 美死展 沙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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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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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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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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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课 难忘的一天 动画 朱末到了 小了怎么为家人安排一天的活动 民众俱乐部 民众俱乐部 书法课 书法课 演义课 演义课 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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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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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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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死展 美死展 沙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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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太极拳 打太极拳 溜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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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步 画质 打太极拳 散步 画质 打太极拳 溜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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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质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 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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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我们去看画展 上午 我们去看画展 同学们知道什么是画展吗? 画展 你看它比波鲁公路 你看它画展 下午 下午 我们去参观美术馆 下午 我们去参观美术馆 傍晚 我们去逛夜市 傍晚 我们去逛夜市 长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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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可以起脚踏吃 哥哥可以起脚踏吃 或者打球 或者打球 爷爷可以下棋 或者打太极拳 爷爷可以下棋 下棋 或者打太极拳 这个我们叫做下棋 下棋 打太极拳 就是喝太极 奶奶可以上电脑课 或者演艺课 奶奶可以上电脑课 或者演艺课 接下来 接下来 同学们打开课本到第五十四页 打开课本到第五十四页 我们会看到 我爱阅读 我爱阅读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今天是三月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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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刚亮 我们就出门了 今天是三月十号 天刚亮 我们就出门了 我们在附近的巴刹买东西 我们在附近的巴刹买东西 一束鲜花 一束鲜花 付钱 付钱 面线 面线 贴 贴 准备食物 准备食物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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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强化 我们来只是看动画 烟款的模糊 然后我们强化一下 他今天是爷爷的生日 他们做什么呢 然后他爷爷的生日 是在几月几号呢 他爷爷的生日 是在三月十号 对吗 好 接下来 同学们 我们来一起看 一个特别的日子 一个特别的日子 三月十号到了 天还没亮 我就起床了 不等闹钟响 也不用爸爸妈妈叫 天刚刚亮 我跟着奶奶来到了附近的巴刹 我说 奶奶 我们先买面线吧 奶奶笑着点点头 付了钱 我们走啊走 逛啊逛 又买了一束鲜花 和一个大蛋糕 上午我好忙好忙啊 洗菜 扫地 抹桌椅 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 奶奶看了一直笑 下午我好忙好忙啊 剪啊 贴啊 画啊 写啊 写了些什么呢 只有我和收到卡片的人知道 傍晚 爸爸妈妈回来了 伯伯姑姑姑两家人也来了 桌上摆满了好吃的食物 都是我和奶奶准备的 大家把杯子举得高高的 对着爷爷大声说 生日快乐 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好同学们这里就是他一个特别的日子 就是他的爷爷的生日 对吗 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来一起看 语文原地 读读想想 老师读给同学们 然后同学们想一想 这里呢 为什么他这样放呢 好我们来一起看 展 画展 书展 美食展 电脑展 馆 美术馆 图书馆 科学馆 家 画家 科学家 音乐家 司 教师 厨师 飞机师 演 演 圆 远远 运动员 图书管理员 演 圆 圆 圆 远远 运动员 图书管理员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机子 变变变 我们把画子 表示显值 他前后的词语 可以互换位置 好我们来一起看 第一个列子 他说 爷爷可以下棋 爷爷可以打太极拳 爷爷可以下棋 那我们把画子放进去 画子打太极拳 爷爷可以打太极拳 画子下棋 看见吗 你们也可以把第二季放在前面 然后后面呢你可以放第一季 然后如果前面一样的话 你们不要再写两次了 例如爷爷可以 你看见吗 他们不说爷爷可以下棋 或者爷爷可以打太极拳了 好这里的机子变变变呢 等一下老师也会在书里面 继续解释给同学们听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 我爱阅读 假如有星期八 同学们先听老师读 假如有星期八 假如一个星期有八天 那该多好啊 星期八这天的一切一切 我都要自己安排 上午我要跟弟弟妹妹在草地上 想学蛙牛慢慢爬 慢慢爬 学袋鼠崩崩跳 学蝴蝶快乐的飞舞 还有还有 学鸡叫 学狗肺 看谁学得最像 到了下午 我想看书就看书 想打鼓就打鼓 想练功夫就练功夫 快乐 快乐又自在 黄昏的时候 爸爸妈妈陪子我 跟我一起唱好听的歌曲 跟我一起做有趣的手工 我还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一说 悄悄悄话呢 悄悄话呢 夜晚就更有意思了 月亮对我微微笑 星星对我眨眨眼 风铃对我轻轻唱 他们都跟我说 晚安 我想 我想 只要过星期八 不算过分吧 好 这里他说 我爱阅读 假如有星期八 同学们也知道了 我们一个星期只有七天 对吗 然后现在他说 假如有星期八 你们想知道 假如有星期八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等在书里面 老师会解释给同学们听的 好 谢谢同学们 今天我们的课就学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认真 看老师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